大家好 各位观众 下期的所在位置就在台北地检署 持续来带你关心金华城岸现在的重大进展 而他们在凌晨的时候是深压了时任科进总的财务长李文宗之外 还有深压的就是时任的顶月董事长朱雅虎 而这两个人呢 检方是认定他们涉嫌违背职务行收会罪 因此是认为他们最嫌重大将他们深压境界 而原本预计在今天下午最快就会来召开家庭 但是在稍早最新的内容是检方申请了部分限月 因此在下午4点20分的时候会先来开的是限月庭 而这一次和上一次柯文哲彭正生的限月庭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上一次是不限制内容但是限制的是月券方式 等于说当时律师只能用手抄 他们还是从一路从8点抄到了下午5点是抄了9个小时 但是这一次申请部分限月的内容是限制了范围 等于说这些律师可以拍照或是列印 但是显然是不想让律师看到部分的内容 因此才会来申请限制月券 而最快在下午4点20分就会来开限月庭 看看到时候的结果 而在稍早其实2点20几分左右 李文中的律师已经来到了北院 递出了委任书状 之后就要来的4点20分开的限月庭 下一步就是要的绿建和月券之后 才会来决定召开家庭式起点 以上是我们掌握最新邀请 先把时间镜头还给同内主播 柯文哲进化成容积案重大进展 心腹大账房李文中遭生涯境界 而他可是柯文哲的高中同传好友 是高中同学吗 市长说他最信任的 2018年5月柯文哲找李文中进台北市府 担任市长是主任职位 过去承认上市公司董事的李文中 对市政零经验 更突现柯文哲小圈圈用人窘境 但也因如此 李文中官运一路平步青云 甚至在大巨蛋案也能看见他的身影 市府已经很清楚的 经过七次的明示跟暗示 你觉得我会继续留在市府吗 时任台北市都发局长的林周明 当年这番话相当耐人寻味 是谁逼走了他 舆论直至就是李文中 过去林周明发文爆料 李文中干涉大巨蛋审议 从林周明跟友人的讯息曝光 李文中赵腾兄两人交情相当好 为此李文中成呛 林周明的坚持 Who care 林周明反酸国中一年级的英文 我谨记在心 英文第三人称 要加S反呛李文中 是Who cares 不是Who care 在柯文泽身边混得风生水起 这也凸显柯文泽在任用人才上面 极度的任人为亲 只用他身边的朋友同学 并且是他极度信任的人 李文中一路跟着柯文泽 甚至还进到北捷 林高兴担任董事柯文泽 创党出战2020 李文中依旧担任进总大账房 捅出一连串的账务风暴后 还想甩锅会计师全身而退 如今柯文泽李文中 昔日同窗好友 因金华城案受司法调查 令人不审唏 东森新闻正中心综合报道 当了柯文泽六年随护陈文中 如今以证人身份被检调约谈 过去他跟柯文泽有多关系密切 周刊当年爆料这件事 你有没有在市长室里面偷吃橘子 你偷吃橘子 有没有把嘴擦干净 不然为什么会有今天周刊 这么聪动的报道 而市长现在还在装容醉 当时议员指的橘子 就是柯市府市长室一名基要的绰号 而且橘子还是柯的远房亲戚 水果很多种 你为什么特别吃橘子 市长你自己知道的 我们市长是有个橘子 你不但偷吃 而且你没有擦嘴 把嘴擦干净 你还撕二号不理 有没有这种事情 不会吧 质询台上陈文中直摇头 似乎很傻眼 不过陈文中过去也被议员直指 捞过戒才被吊职 上梁不正下梁歪 柯文哲前市长的随护陈文中 过去也曾经被议员爆料说 他还拿着这个高铁票的票据 在做双边报仗的动作 或许陈文中能这么做 就是因为跟柯文哲关系 真的很靠近 回缩2019年民众党创党大会 身为柯文哲核心随护陈文中 拿着手机不断拍照记录 手机背后还贴着 我柯粉我骄傲的贴纸 同时他也低调入党 谢谢啊 陈文中先生是跟着柯文哲 六年以来非常贴身的随护 那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好 简直如家层一般的存在 也会关心关于柯文哲的妈妈 以及他的家人 长达六年都待在柯文哲身边的沉闻中 如今被约谈 或许这次能给检掉关键线索 东森新闻正中心综合报道 是柯文哲跟民众党的民调并没有下滑 反而微服上扬 从个案来看的话 大家都不相信柯文哲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 强先曝光9月国阵民调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设金华城闭案 9月5号遭羁押禁建 事发将近一个月 超过6成5的民众 已经对柯文哲产生不信任 信任度只剩下23.5% 不过柯文哲20岁到30岁的铁粉 还是很稳 这个打死不认的策略 到处跟小草开始有很多行动 很多抗争 这个抗争确实在社会上 或是说在他们所诉求的 小草20到30岁这个族群 发挥了一定程度的 一定的巴效 7月份民调结果 当时有37.5%的人 认为柯文哲会被起诉或收押 但是有32.5%的人 认为柯文哲在担任 台北市长任内没有违法 而9月最新民调显示 54.3%的人认为柯文哲 在赖总统任内会被判刑坐牢 但还是有17%的人 认为柯文哲清廉没有处罚 民众党在未来要怎么样 重新建立起与民众之间的信任 还是只能维持现在 跟铁粉小草之间的距离 而没办法持续拓展支持度 这恐怕会冲击到民众党 2026年的议员及县市首长选举 民调由美丽岛电子报委托民调专家 代理安设计分析 再由必肯市场研究公司执行电访 全国22个县市年满20岁的民众 总共1072人才住宅电话与行动电话 双架构抽样 不过吴子嘉也表示 要是柯文哲能够停过这次风波 那赖清德势必会受到重创 东西新闻黄传景刘冠奇综合报导 佩奇医师的部分一直都有在保持联络 我们全党上下大家都很关心佩奇医师 哎呀国昌老师好暖哦 佩奇医师从联姻退休党内的关心和祝福都没少 而下一步的退休生活有何性规划吗 陈佩奇脱下医师袍竟然还有工作要忙 剪掉大宗作伴科案 陈佩奇有可能再度被约谈 速度替丈夫洗刷清白就这么刚好 民众党预计在12月7号才网络投票方式 举行第三届党代表选举全台票选111席党代表 党内权力核心大风吹 身为党员的陈佩奇难保不会亲上战场 替柯文哲巩固地位 大家都会在乎他有空军 还有他这个每一年一亿多的经费 那会不会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那陈佩奇呢想要巩固资源 我觉得也是非常大的机会 不过还有另一种可能 黄珊珊因假状案停权后政治生涯蒙上阴影 想再战首都市长恐有难度 而柯文哲家乡新竹市民众党握有三成多铁票 放眼2026地方选战 陈佩奇演人就是一颗火旗 他还是比较属于这个都会型的 所以我觉得他在台北市的议员有可能 会不会新竹市市长的选战 由陈佩奇呢代夫出征 我觉得这个相当精彩 陈佩奇忙着搭店退休新生活 另一头儿子疑似在网路交友 打开社群正妹自拍照 下方出现名叫小柯男子 称自己在日本东京大学念博士 追查社群发现大头贴疑似就是柯富遥 随着弊案延烧 柯家人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关注焦点 东西新闻内就好 六位后台北采访报道